嗯 好好吃喔 這個很高級耶 超喜歡這款 麥當勞的香草冰淇淋的升級吧 就是它的那個牛奶的味道更濃郁 我不行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是Villana 我是Villana 我是Villana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是全家的十月新品 耶 超期待的 因為有古娃娃的聯名 跟金針菇的聯名 對 然後尤其古娃娃 這次算是 重磅推出好幾樣 然後有甜點 然後也有雪糕 對 還有雙麒麟 雙麒麟我整個超期待 因為我去買的時候 就是旁邊已經排隊好幾個人都在買了 被燒到不行 那金針菇的聯名呢 推出的是鹹食 然後都是那種韓國的相關的食物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 那我們就先從古娃娃的開始 開箱 那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很喜歡吃美食甜點的話呢 都歡迎追蹤我們的IG 我們會在上面不定時的分享美食餐廳 還有團購的資訊喔 紅茶牛奶焦糖奶蓋雪糕49塊 第一個呢我們要來吃的是他新出的雪糕 對 然後是紅茶奶蓋焦糖 對 就是混合我們非常喜歡的東西 但有點小擔心 因為怕很甜 我蠻喜歡他外面那個紅茶味的 蠻香的 然後甜度也不會到太高 因為他是用那個台茶18號 所以他那個紅茶的香氣非常的重 然後很濃醇香 然後我覺得他的那個焦糖也不會到超級甜 反而是那個焦糖的香氣蠻重的 這支是我覺得忌鐵觀音之後 第二好吃的 因為他這支的那個甜度掌握得很剛好 不會果甜 其實我覺得他最甜的反而是在最底下的這個 焦糖奶蓋 焦糖奶蓋 但是因為他上面很不甜膩 所以你這樣上面吃一口下面吃一口 我覺得剛剛好耶 對 然後他中間蜂蜜牛奶的雪糕 其實甜度也是淡淡的而已 就是淡淡的蜂蜜香 所以他把這幾個食材搭配得很好 那這個紅茶牛奶焦糖奶蓋水糕得到的分數是 8點5分 國爵可可脆皮泡芙45塊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的是全家招牌的脆皮泡芙 然後他們這次跟那個古娃娃有 憐憫 新口味 吃吃看 超不知不覺的把它吃完耶 我覺得主要是他內餡蠻不甜的 所以那內餡的甜度很低 但是他有那個香氣 我有吃到佛手乾的香氣 還蠻濃郁的 如果你不是愛這個香氣的 這一款泡芙你就是先不要 但是我覺得還蠻提香的 那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是他最外面的脆皮泡芙 就是他有寫可可是苦甜巧克力 我那個苦度吃到比較少 對他就是甜 那因為裡面就有中和掉 整體是好吃 可是我期待他苦度再高一點 那我是覺得他的茶味好像就被佛手乾蓋過去了 對 我在吃橘子口味之類的 就是可可橘子 然後泡芙這樣子 對 因為沒想到佛手乾這麼搶戲 對 那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中間的那個內餡也冰冰涼涼的 吃起來很舒服 搭配外面酥酥脆脆的感覺 嗯 口感很好 那這個伯爵可可脆皮泡芙得到分數是 8分 海鹽焦糖泡芙蛋糕 45塊 這款也超爆甜 12分糖 但我覺得他的蛋糕體倒是蠻濕潤的啦 嗯 又還蠻綿密的 我蠻喜歡他外面的蛋糕體 可是他裡面的內餡讓我吃不太出來 還是什麼味道 嗯 因為我覺得主要都是被那個甜味給蓋過 他說海鹽焦糖 當然也沒吃到那個鹹鹹甜甜的感覺 嗯 我也是喜歡他外餡就是有點像 很蓬鬆的戚風蛋糕的感覺 嗯 可是內餡真的是沒有層次 海鹽焦糖泡芙蛋糕得到分數是 6分 紅茶蜂蜜蛋糕35塊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他的紅茶蜂蜜蛋糕 我覺得不行耶 嗯 他沒有紅茶的傷氣 因為他是用阿薩魯紅茶 所以照理說他應該可以很香 因為他是龍眼蜜蜂蜜蛋糕 可是我也沒有吃到很濃厚的那個蜂蜜的味道 嗯 感覺兩個交織在一起 把彼此的優點都想講 你你喜歡嗎 我也覺得還好 而且他整個吃起來沒有什麼層次的感覺 一咬下去他那個阿薩魯的味道太重 而且重的是他那個苦味 所以我覺得蠻不討喜的 而且我覺得吃的口感有點碎碎的 我不喜歡 因為我喜歡蜂蜜蛋糕是那種有點 短油短油膨鬆的那種感覺 但是那吃起來拿起來就已經有點粉碎感了 那這個紅茶蜂蜜蛋糕得到的分數是 6月5分 紅玉奶蓋巴斯克52塊 這一款我自己蠻喜歡的 因為他茶的香氣相比於剛剛那一款出來一點點 然後是清香的 我個人是蠻喜歡他的生乳的 因為他生乳不會讓我覺得很甜膩 搭配起來會比較濕潤然後有一種輕盈感 而我整個吃起來就是他那個生乳的味道最濃厚 但我吃起來就是整個層次比較美喔 那這個紅玉奶蓋巴斯克得到的分數是 6.5分 接下來呢我們要吃的是古娃娃和全家聯名的霜淇淋 這個在IG已經就是超多人在tag然後燒到不行的 就大爆紅的一款就是霜淇淋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來吃看的好不好吃 然後他這次推出的四款呢 分別是 曼煮焦糖 海鹽牛奶 海鹽焦糖跟玫瑰起司 那我們先來吃海鹽牛奶 海鹽牛奶雙麒麟49塊 然後他是用鮮乳房的鮮奶 還有日本蛋鹿島蟬藻椒鹽調製的 感覺是不是會甜甜鹹鹹的吧 吃吃看 好好吃喔 我覺得他吃起來很像麥當勞的香草冰淇淋的 升級吧 就是他的那個牛奶的味道更濃郁 我們之前也有開箱過鮮乳房 他們的那個牛奶味道真的超級濃郁 對就是很香濃的那種 而且他這一款冰淇淋我覺得吃起來不會膩耶 他那個牛奶跟海鹽的味道都是淡淡 然後一直散發出來 就持續在口中 對 但他甜度不會到超級高那種 對但是他又有很充足的療癒感 對 那這個海鹽牛奶雙挺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曼竹焦糖霜淇淋49塊 再來是曼竹焦糖霜淇淋 他有添加煉乳和奶油精心調製的焦糖醬 是一個比較偏成熟大人味 吃吃看 好 好好吃喔 這個很高級耶 超喜歡這款 因為不然我對焦糖印象就是很甜 對 但是他這個就是甜裡面帶有一點點苦嗎 嗯 你會覺得很有層次 吃起來有一點點咖啡味的感覺 對然後我也覺得有點像手炒焦糖的那種味道 對 很像你在高級的冰淇淋店會吃到的口味 對 而且我之前吃過他搭配他下面那個餅乾 巧克力餅乾更好吃 吃起來更有層次 下面是巧克力 然後上面又有焦糖 然後帶點苦味 那這個 曼祖焦糖霜淇淋得到分數是 9.5分 海鹽焦糖冰淇淋49塊 再來這個呢真的是超級期待 第一個呢真的是他外觀超可愛 他是這樣圓滾滾的一圈 我們現在是因為他有點融化 不然其實你拿起來那個拍照 啊一支打卡到不行就是這一支 對 他也是賣最好的一支 嗯好來吃吃看 這支就是兩個結合起來 對叫海鹽焦糖霜淇淋 嗯好幸福哦 嗯很讚耶 我覺得我辦公室可能要放三個 哈哈哈哈 就別起來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款吃起來就是 三款裡面就是最好吃的 因為他把兩種好吃的夾在一起 對因為我覺得兩個算是相輔相成 有彼此提升的感覺 對 因為那個海鹽是有點鹹鹹的 然後會中和掉一點焦糖的甜度 嗯但是焦糖又有那個苦度出來 所以他其實這款是非常層次的 那這個海鹽焦糖霜淇淋得到分數是 9分 玫瑰起司雙淇淋49塊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這個玫瑰起司雙淇淋 它是用紐西蘭的乳酪 然後還有天然玫瑰萃取液 欸這款也看起來超漂亮 因為那種粉色的有沒有 對然後這款是熱銷的第二名 嗯 嗯 我不行 我覺得它玫瑰搭乳酪好乖哦 而且我覺得它吃起來有一種香精味 超濃 對所以吃起來有點恐怖 因為它的味道吃起來有點難以形容 因為玫瑰跟起司我覺得不是搭的 對 然後它的玫瑰吃起來有點草莓的感覺 對就有點 你國小有喝過那種草莓羊奶 草莓羊奶味 對每一次鼓娃娃可能就差一點 因為它的連名東西都很好吃 有幾樣都是非常突出 但總是會有那麼一個老鼠 壞了一鍋粥 不一定啊大家還是可以只買自己喜歡 搞不好有人喜歡 因為它那個小第二耶 對其實也蠻多人我看大家喜歡 但這個真的是比較不符合我們的口味 我覺得它太複雜了 它的味道 嗯 那這個玫瑰起司雙起 得到的分數是 6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 金家A金針菇的聯名 它上面是鋪一層起司 然後跟辣雞 然後上面有一些海苔 還有豆芽菜 它這個韓式辣醬的味道很明顯 就是甜甜辣辣的 辣肉大概小辣左右而已 不會到太辣 而且它做的不會很死鮮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就是韓式辣也都會加豆芽菜 因為它那種脆脆的口感 就是你吃起來會覺得很有層次 但我覺得它的飯啊 有點不ok而已 有一點小硬 對 然後有點碎碎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我覺得它整體的調味還蠻不錯的 對 春春風味起司辣炒雞拌飯 得到的分數是 7分 韓式炸醬麵99塊 嗨 它的外觀看似味道超級重 可是結果一入口之後 會發現它的味道都是慢慢 然後淡淡的散發出來 對 然後它炸醬的味道我覺得不算重 我覺得有點可惜 它的味道不夠重 我覺得如果再重一點的話 就會有那種 炸醬麵吃進去 非常濃郁的那個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的麵有點硬 但是麵體是我喜歡的 只是說它有一點點偏硬這樣 我覺得它的麵體還蠻剛好的耶 對我來講 但是確實它的炸醬味道 會再甜一點點 因為我記得韓式炸醬麵 好像是偏甜 偏甜 很下飯的那種 那這個韓式炸醬麵得到的分數是 7天5分 辣炒魚板飯捲59塊 接下來我們來吃它的辣炒魚板飯捲 有蛋魚板然後小黃瓜跟紅蘿蔔 有那種韓味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醬用得很好 是有點辣度的 然後呢 它裡面的配料就是都有脆脆軟軟的 所以整個吃起來是很有口感 你還會有好吃好吃的感覺 重點是它這一款 它的魚板味蠻濃郁的 所以喜歡吃魚板的人會喜歡 那這個辣炒魚板飯捲得到的分數是 那我們吃完以上這次 古娃娃和金針菇聯名的商品之後呢 我們覺得算是 蠻成功的 對 總體來說都有幾個讓我們蠻驚豔的 有幾樣我們覺得就是必吃 像那個霜麒麟啊 然後還有像是那個 拌飯啊 飯環啊 我們覺得這次那個秋季的研發 真的是 厲害 厲害 那如果大家吃過以上這幾樣 你也覺得還蠻好吃的話 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有哪一些我們沒吃到的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